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昂然進入第二週 在家工作很開心 外面的天理不好 不然我都去行山 今天是2020年2月12日,星期三 今天講三部份 第一部份講一下保險業的新發展 特別有關旅行保險,又講旅行保險 第二部份講一下英國脫歐 脫歐已經脫了兩個星期 二月一日開始脫歐 如果我們投保一些英國的公司 或者英國的產品、服務、基金有沒有影響呢? 第三部份,因為最近看書多 看書沒什麼做的時候,就會有些事情發現 第三部份會跟大家講一個經濟學 口罩的經濟學 口罩的經濟學 如果大家沒有興趣,就可以不聽 首先是一些產品的更新 至上個禮拜日開始 如果你投保旅行保險 第二部份,很多保險公司 已經包括了航空公司倒閉這個條款 即是說,如果你買了一張機票 又怕它倒閉 現在大部分人都不用怕了 都會包括的 你知道這陣子 航空公司生意難做 不單止中國區和亞洲區 都是非常困難 如果情況繼續持續下去 三多個月,可能很多航空公司 在亞洲,不單止中國 或者香港那一間航空公司 都有機會倒閉 提提大家,如果你買的航空公司 機票是來自香港航空 這都是屬於不賠事項 我相信全香港保險公司 都不會包含這間航空公司 暫時這個 而那個總賠償額 就加上去更改行程 是兩萬元的 如果你在海外不幸地 要強制隔離 進入軟社 有六百元一日的強制隔離津貼 最長保障期四十五日 我們的公司應該是 全香港最快反應的一間公司 其他公司一直都有跟著 有些是腐老一些 所以其實今次有一個特別的 武漢肺炎疫情 香港的保險公司 反應都很快 大部分都是為了我們客戶 盡量做多些事 總之成成,我們都不分你我 所有與新型冠狀病毒有關的理賠 一律是豁免等候期 一般的等候期是九十天 如果你買了醫療保險 而要入醫院 頭的九十天 我們叫做等候期 第九十一天開始入院 就會正式生效 等候期內 一般只是陪意外有關的入院 而今次與武漢肺炎 新型冠狀病毒有關的理賠 都照做 新型冠狀病毒的病 有關的理賠 其實是有一個電話熱線 這個電話熱線有專人解答 通常一日之內就會有結果 即是賠不賠 怎樣賠 保險公司對外的所有辦事處 體檢中心 以及匯客室等等 都加強了防疫措施 所有人員 全程必須佩戴口罩 搜捕 要消毒進出 和填寫問卷 我都填過 問你十一月以來 有沒有回大陸 要預實填寫的 後勤同事 就彈性上班 盡量少人流聚集 而所有的同事 所有 如果過去十四天 曾經在中國大陸 旅遊進出 建議先在家居隔離 十四天 不要上班 任何人 如果有 和武漢肺炎有關的病徵 都不適宜進入公司範圍 還有 保單行政方面 如果是欠繳補費的話 通常三十天就要繳足 現在九十天之內 都可以申請免息的繳費延期 只是有部分措線的保單 不適用 這些特別情況 全香港的保險公司類似都有 大家都眾志成成 希望不分你我幫香港客戶 第二個問題就是2月1日英國開始脫歐了 終於脫歐了 好厲害 脫歐代表什麼呢 就是原來2月1日2020年 說脫歐正式脫了 還有11個月的過度期 過度期內 所有東西都不變 所以暫時來說沒有什麼特別改變 其實大家要知道 英鎊並非歐元區 所以由七二年到現在 其實英鎊的貨幣 從來都沒有拼入歐洲的貨幣體制裏面 只不過經濟運作上 以前有歐洲共同體 後來改名歐盟 改了制度之後 那些人就會問 你如果是英國公司 或者客戶買了一些英國公司的代理產品 雖然沒有單是美金 但是你公司是英國的 或者是透過公司買了一些基金 雖然基金佈價是美金 但是你是英國公司 那會不會有影響呢 第一 英國公司只不過是一個 好像一個小區或者是物業本理員 物業本理員本身拿什麼護照呢 跟物業本身的位置是沒有關係的 簡單來說 如果你投資的物業 如果你投資產品 是美元債券的話 我們都用很多美元債券 那是屬於美元的產品 無論管理公司是屬於英國公司 還是歐洲公司 其實都仍然是美元產品 產品本身的回報 不會受到管理公司的國籍影響 所以同樣情況 無論是分紅保單 或是投資商年保單 公司本身是否在歐洲裏面 對資產本身的回報率 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我想這方面最緊張的 應該是公司本身的股東 客戶應該不用擔心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訂閱 我會做多些好的片段給大家看 接下來這部分說 口罩經濟學 因為最近買不到口罩 很想研究一下 怎樣可以買到口罩 口罩經濟學是我作的 沒錯 大家不要這麼認真 因為最近有空在家讀書 就將不同的學問 不同的書刷成一碟 希望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最重要是買口罩 讀書也是一個挺有趣的過程 以我來計 很多時候不是那本書有沒有趣的問題 而是找那本書出來讀 都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通常是發現了一個問題 想了解 就去看一本書 看到一半之後 就發覺有另一個問題 更加有趣 或者要立刻去研究 丟下了現有的那本書 經常都是這樣 所以很多書我都是買了 看不到的 看不完的 我這些所謂讀書的過程 有機會就詳細解釋一下 今次我研究這個口罩經濟學 原來包括幾個課題 第一 就是一個叫做SIR模型 SIR SIR也有得寫 SIR字也有得寫 真的有得寫 首先研究口罩經濟學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戴口罩 為什麼要戴口罩的時候 我們就要研究一下口罩有什麼作用 口罩產生的作用就是 避免我們傳染到對方 我就找了一個叫做SIR模型 這個模型很有趣 就是一個經典的傳染病模型 一個數號模型來的 就是推算在傳染病的大群體之中 擴散的速度和控制的力度 以接種疫苗來講 究竟要接種的比率有多高 就很有關係 現在當然是沒有疫苗 疫情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控制 沒有一個有效的治療方法 但我們就可以用疫苗這件事 即疫苗的需求這件事 去估計一下口罩這個作用 即是將口罩當作疫苗用的話 我們需要多少口罩呢 其實 計算出這個傳染病的嚴重程度 就有一個概念 叫做RO 是傳染病的一個系數 即是那段時間之後 這個病人可以傳染給多少人 每一個病都有一個不同的RO 是它那個生物的特性 例如麻疹很高 麻疹原來18 即是說 如果小朋友上學 避免感染的話 現在還有麻疹 那就要大家接種麻疹 最好全部 100%都接種了 那就不會有互相感染了 但是呢 未必所有人接種的話 是否仍然可以有免疫的效果呢 是都有的 原來這個群體免疫學 Nerd Immunity裏面 是有條數的 就是這樣 1-1 over r knock 麻疹的r knock 就是18 即是1 over 18 1-1 over 18 計算出來的數 就很簡單 94% 即是說 如果要避免空氣傳播的麻疹的話 上學的小朋友 如果呢 94% 這個門檻以上的小朋友 打針 這樣才叫做可以免疫 少於這個百分比的話 就仍然會互相感染 仍然會令到這個病症 是開始流行起來的 那就論盡了 所以下面這個圖 我們看到不同的病 有不同的r knock 即是傳染系數 天花 空氣和接觸傳染 很厲害的 7的 百日咳 塞腺炎 這些都很厲害 不過百日咳 塞腺炎 這些就很少導致死亡 百喉是非常嚴重 7的 6和7 口水就傳染到 即是百喉會死的 但要口水才傳染到 就不容易 通常比較危險些 又會容易傳播 死亡率又高 天花這類就是 這次武漢肺炎的r knock 又是什麼呢 不同的專家都有不同的估計 有些人就說2左右 有些人說3.8 先排哈佛教授3.3 我最近看到一份報告 美國教授引述 一份中國的專家 中國專家包括社科院和解放軍 還有兩名香港城市大學的教授 一起做的研究 那兩個香港城市大學的教授 一個是獸醫學系的主任 另一個就是華裔的科學家 是做統計的 他們的估計是3.67至4.77之間 r knock 武漢肺炎 3.67至4.77之間 平均值是4.08 4的數字是非常之高 即是說一個週期裏面 一個人是傳染給4個人 4倍 一個週期 而這班專家所計算 一個週期大概是7天 即是說 在這個致命的疾病 還有沒有一個治療的方法出來的時候 那麼高的感染量 是很有可能導致世界大流行的 太沉重了 所以輕鬆一點 去找一本好笑一點的書看看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數學教授 就很空閒地去 因為看戲 看這個喪屍片 就走去 他自己是數學家 一個加拿大數學家 叫做Robert Smith 去計算數 用這個SIR Model 即是SIR 去計算一下 如果像喪屍一樣走來走去 又不會坐車的 又很隨機的四圍走的 見一個人就會捉 捉完之後就會感染到 人就會變回喪屍 而喪屍又不死的 最重要的是 因為喪屍不死 繼續走來走去的話 這樣會不會有機會 好像電影一樣 結果做最拉尾 大鑊全勝 消滅喪屍 即是沒有消滅了病 他就用一個比較嚴謹的數學模型 去找這些答案 他在2009年作了一篇 遊戲的文章 結果很紅了 那個長毛教授 有時間上網看看 他在2004年 總結了他的老友記 數學系的老友記 做了一本書 叫做Mathematical Modeling of Zombies 剛剛看了這本書 都挺有趣的 他就假設了一些不同的情況 看看那個不同的策略 電影裏面的策略 可不可以幫到手 真是去消滅喪屍 挽救人類 醫學上的Outlock 就要經過很多輪的統計 才找到出來 數學家有一樣東西 他喜歡 可以找一些叫derived formula 類似的方程式出來 都可以算到類似的數 譬如GDP 國內生產總值 通常我們說 國內生產總值 當然是每一個人收入 加起來 就對了 但每個人的收入 加起來 何其困難才可以 很難搜集這些資料 經濟學家 就想一條事件 將一個derived form 你收入得來 都要消費支出 收入賺不到嗎 我就看看你們消費支出多少錢 總消費總支出 加上儲蓄 加上儲蓄 加上存貨的增減 和進出口 就算到今年 你的國內生產總值 這就是derived form 同樣情況 Rober Smith 找到一個很好的derived form 去解釋這個Outlock 書中用這個Outlock 就用三個比較容易得到的數字 我們都隨時得到的 分別就是 確診者增長率Beta 死亡率Alpha 和治癒率Omega 三個數字 這三個數字 如果在中國的話 要找數字找到的 要找些比較可靠的數字 我們就可以分析到那個情況 確實數字未必可靠 但是增幅比較可靠 死亡數字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確診之後才死亡 所以導致死亡數字 相對於確診數字 那個比率也都幾可靠 治癒率它不會作勢 治癒數字相對於確診數字 那個治癒率也是可靠的 即是我們有治癒率 死亡率和確診數字的增幅 有這三個數字 原來已經可以算出一個outlock 我們當然用這幾個數字 是官方數字 算一個outlock 其實與事實距離不會太遠 還有我們也可以算外國的例子 在外國的死亡率 感染的確診比率 升幅 以及治癒率 亦可以對比一下這幾個數字 有了outlock 我們可以介紹香港人 究竟需要多少個口罩 這個SIO模型 其實是屬於搞笑 搞笑得來也很認真 因為一班學者 每個都有自己的專長 去了解什麼策略 才能令人類行面於全滅 其中有個教授 正在研究四個不同的策略 看看怎樣可以對付喪屍 避免喪屍 將全人類變成喪屍 因為喪屍一咬人 人就會變回喪屍 而喪屍本身 是不會死的 除非你好像主角 拿機關槍打一個頭 頭爆了就會死 所以喪屍不死 就相當於我們所說的大菌者 死亡率是比較低的 四個策略 哪四個呢 第一 全民 全民出去跟喪屍搏過 全民意思就是 未受過訓練的平民 走去跟喪屍搏過 第二 派軍隊 不斷派軍隊 增兵 來控制 軍隊是精英 應該一槍打爆頭 那就沒事了 第三 大家不要出門 大家不要害怕 躲在家裡 關門 因為喪屍不懂得開門 第二 第四 這個有趣 他用僅有的公共資源 抓喪屍 將它來純化 純化的喪屍 懂得工作 不會咬人 還要恢復生產力 他們的數學模型 發現 一二三 這三個策略 即是跟他們搏過 派軍隊 和自己不出門 躲起來 都不是辦法 遲早都是死光 死光 如果仔細調教不同的參數 就可以找到 例如 在城市 人口密集 和人口密度低的 鄉間 策略是有少少不同的 目的是避免人類滅絕 和減少喪屍 病毒的傳染 數學很複雜 我也不太明白 但不要緊 內文很輕鬆 所以大家有機會去看看 不看數學都很容易明白 首先 平民去對付喪屍 第一個 平民人類必定滅絕 為什麼呢 而且很快 因為平民本身對自己的保護不足 和打診都輸 輸的機會率高很多 所以 人們走出去 就自動變喪屍 喪屍越來越多 人類有什麼辦法不滅亡呢 如果全人類都躲起來 即是沒有事的躲起來 當然喪屍敲門 找不到你 那就沒事了 可不可以保存人類 免於滅絕呢 理論上 是可以無限延長人類生命的不過 第一 喪屍要找不到你才行 第二 因為全人類躲起來 沒有了生產力 好像現在中國這樣 沒有了生產力 其實你沒有了水 沒有了電 沒有了食物 又沒有了其他的醫療 遲了一樣會死的 你躲起來不是辦法的 所以 一樣只是耐了 因為喪屍本身是有不死之身的 所以始終有一天 這兩個方法 要是躲起來 或者走出去和他們搏 都會將人類滅絕 如果加派精英軍隊 對付喪屍有沒有好處呢 會不會有機會消滅喪屍呢 精英軍隊的意思是 他們消滅喪屍的速度 是比喪屍更快 咬的軍人 令到自己喪屍大軍 增加的速度 原來是可以有效地減慢的 但是始終你的軍人 本身都有機會感染 喪屍的病毒 結果你越是增加軍隊 到受感染的區域 反而會令到那個區域 越來越多喪屍 結果這些平民到最終都消滅了 這些模型設定 基本上很難找到一個 數學家認為滿意的 行免於爛的方法 後來將它調教 很細心調教之後 發現原來將部分的平民 訓練成精英軍隊 去打喪屍 更勇武 是可以的 而這個比率大概是兩成 另外那八成的人類 就要受到保護地 恢復生產 即有兩成的人口 是可以做到精英軍隊 去保護另外那八成生產 一方面 去打喪屍 令到他們失去的戰鬥力 另一方面 恢復自己的生產 兩成的人口 要做精英軍隊 以今天的疫情來計 當然不是訓練的人 去消滅感染者 但我們可以視精英軍隊 做社區醫療服務 即將感染者找出來 進行治療 隔絕 與其他人口隔絕關係 即是找那班感染者出來 有兩成的人 是不會受到感染 穿了保護裝 出去幫人 幫社會 服務大家 找那班感染者出來 然後隔離他們 兩成人口即是多少 在香港來說 150萬 150萬部隊 如果香港整體 作為一個疫區 780萬人 就需要150萬 醫療部隊 或者是部隊 第四個名叫做 純化喪屍 有趣 如何純化呢 電影才有 令到他不會再有威脅 參加生產 那套喪屍片 應該是戲劇 純化意思 令到喪屍不再有攻擊性 在實際環境裏 即是隔離 將受感染的病人隔離開去 在一個有尊嚴 舒適 五星級的環境 那他就自願了 很願意給你隔離 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 例如古巴 他打擊愛知病 他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把帶菌者 帶去一個 比他自己家裡 更加舒適的 形勢生活 他就不回自己家裡 因為其實環境好很多 古巴醫療其實都不錯 那些病人 一方面不會引力自己身份 他會告訴人 我有疾病 我要入隔離營 因為隔離營 本身可能都是五星級酒店 例如先所有 有三間五星級酒店 甚至乎半島酒店等等 全部轉為隔離營 找人服侍這班 可能十四日內 來過香港 即是來過大陸的 遊客 或者香港人 去過了這些大酒店 隔離 全部隔離 不用太久 二十日而已 夠了 那二十日之後 有二十日酒店你住 你住不住 很容易 即是你把隔離營的環境 提升去五星級酒店 是人都會做的 是人都會住的 好像那班郵輪上面的客人 他們說沒問題 我在這裏隔離都可以的 我有吃有穿 回家還沒那麼快 隔離十四日 可以的 其實這件事有得想的 香港政府大把錢 不過起不及五星級酒店 就要徵用五星級酒店 那麼多個策略之中 傳聞去打喪屍 是開玩笑的 抓不到的 你叫一些姊姊哥哥出街 看看誰是曾經回過大陸 然後抓住他 叫他隔離 那豈不是賺大家殺氣 是不是 你說要找一百五十萬個精英部隊 去治療 這班可能受感染的人 在香港來說也不可能 一百五十萬 真的小學生都沒有 不要說要精英部隊 部隊只有幾萬 全部出動了 連他們家人一起 其實都不夠的 對 最有可能的方法 我剛才想一下 真的 五星級酒店 租了他也好 讓那些曾經回過大陸的人 自願 投案 就可以隔離 這條條 到口罩了 根據中國公佈的確診數據 以及死亡率 治癒率 增長率 那些 我們就算到一個RN RN最高的時候 是270 最高 這個不算數 為什麼呢 因為病治療期比較長 死亡率也比較低 要治療到 甚至乎死亡 時間都相當長 所以 初初的時候 RN當然計算得比較高 到最近這兩天 我們計算的RN已經跌到4 即我們意思就是我 亦都非常之高 但這個數字已經是接近 剛剛所說的美國教授 一份中國學者研究報告 如果真的RN等於4 4 即是一個週期裏面 一個人可以感染4個 那個週期之後 這4個又會再感染4個 即是16個 這樣的話 我們需要接種的是1-1 over RN 即是4分之3的人 是需要長期戴口罩 長期戴口罩 就不等於說有免疫力 免疫力 回到家裡免疫力 去游泳也免疫力 去打火鍋也免疫力 去游輪也免疫力 去游輪也免疫力 但戴口罩 你不會游泳 游泳不行 去打火鍋也不會戴口罩 回到家裡 要吃飯 要和人吵架 要和人打機的時候 或者睡覺 你都不會戴口罩 在那個時間 其實仍然有傳播性 不過這樣 我們沒有辦法 暫時未有治療方案 又沒有疫苗 將口罩當作疫苗 我們就要四分之三的香港人 即是六百萬 天天戴口罩 起碼是四分三的人 百分之一百歲 做不到的話 都四分三 香港究竟有多少個口罩 我不知道 但是醫管局就說 有千多萬個口罩 就夠一個月用了 如果香港平時的需求 連同其他私家醫院 我們平時傷風感冒 或是貪嬌 要戴口罩 那些 就算它一個月大概三千萬個口罩 一個月三千萬個口罩 現在一下子變成 每日至少六百萬個口罩 每日 一個月就要生產一億八千萬個口罩 一個月 供應當然跟不上 神仙都跟不上 就算你是A4子 忽然間加這麼多倍 都跟不上 加上預期心態 大家都知道 供應鏈未必跟得上 和性命有關 出街上班 開店 全部都要用口罩 囤積三幾個月 很正常 所以 由每個月三千萬的需求 一下子變成三個月 一個月有一億八千萬 三個月就五億多 由三千萬變五億多的需求 你告訴我 有不可能找到 我明白了 原來這條街上 大家在找五億四千萬個口罩 難怪大家都找不到 找不到 那怎麼辦 價格飆升 那飆升還會怎樣 好了 要講一下經濟科 經濟科的需求 需求曲線 有一樣東西叫做 需求彈性 以前的需求彈性 買不到口罩就算了 最多不上學 現在買不到口罩 上班 開不到店 見不到女朋友 出不到街 買菜都有困難 還要被人罵 那想一下 就很細彈性 必定要買到口罩為止 這個必定要買到口罩 這句話大家說出來之後 需求彈性是減低了 如果我們的口罩 其實這些普通東西 口罩的供應 這個生產彈性是很高的 誰人都可以去做生產線 只要有材料 你想一下 平時做零食那個 又說要做生產線 做衣服那個又說要做生產線 基本上不是很難做 只要給時間 就可以供應到 這樣就論盡了 供應彈性就很大 需求彈性就很小 失驚無神 彈性那個需求增加了 會發生什麼事 各位同學 各位經濟學的同學就知道了 如果需求彈性是小的 忽然間增加了 而供應彈性是大的 這樣就會出現一個情況 價格飆升 在增加了產量之後 就忽然間沒有人買 沒有人買的時候 價格便會便宜 便宜到一個點 多到可以燒火鍋 價格忽然間低了 然後生產又會進一步地降低了 因為法國也沒有錢賺 現在我們買的口罩 其實一元一個都可以賺到的 可以忽然間飆升到三十元 這條數真的不懂得計 很有可能 真是會去到一個Corp Web Cycle 令到價格非常之不平穩 其實看回中國的數字 疫情是12月中開始的 最初第一個病人 Patient 0 是身份很神秘 不知是誰 相信在2019年12月中的某一日 發生的 如果我們用RNOG 是4的平均值來說 不當這位人士是超級傳播者 7天之後 他會傳染另外4個人 連著他有5個 12月中開始 由一個人開始 平均每7天 或者增加4倍的話 到了今天 就剛剛好第10個週期 第10個週期 70天 累計的人數 第10個週期 將會是262,144 而累計10個週期 加起來是349,525 即是說 如果這條數沒有計錯的話 這個模型會推算 目前中國的患者 總共其實有35萬人 不過很多原因 因為試劑 準備不到 行政問題等等 現時確診的 現時確診的只有4萬4千多 懷疑個案是2萬多 以海外死亡率 大概是2% 35萬患者的死亡人數 大概是7千人 中國官方宣布的已知死亡人數 到今天為止是1,111人 但本王的說 重症也有7千多人 所以加起來是差不多 難保這些重症也小命不保 所以大膽說 其實官方數字是頗真實的 頗真實的 不一定有什麼隱瞞 只不過是這段時間做統計 實在看困難 重點是 如果我們今天起計 這班數字是正確的 如果今天開始起計 10個星期之後 我們沒有做好防疫措施 基本上全世界70億人 都會受感染 無一幸免 那時候就不需要了 因為比流行感冒更加流行 不過流行感冒 就算怎樣流行都好 流行感冒本身 一個星期什麼都不做 只喝水都自己會好 而這個病是不會的 其中有1-2%的人會死 而其他人有部份重症的話 是會廢纤維化 影響他一生的生產力 那這個 RNOC 4.08來講 又沒有一個有效的治療方案 又沒有那些疫苗 真的既有可能會全球大流行 而且醫學上 又未必會說是因為熱 這樣就改善的 因為你看看新加坡 泰國那些都有的 不過好消息是什麼呢 社科院那份報告自己都說 現在潛伏7天 如果將這個數字減為 降低 降到2.3天或以下 大流行就可以避免了 如果潛伏期 那個感染期 可以降到2.3天以下 那RNOC 就會計算到1或以下 1以下就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漫延速度 會小過治癒加死亡率 即是 即是說進入傳染病 那個系統 是會慢過離開傳染病的系統 如果是這樣 就可以避免團裂 怎樣才可以做到2.3天以下呢 其中一個方法當然要戴口罩 是不是 全人類都要戴口罩 所有人 要盡量減少 和人之間接觸 好像我這樣 現在四野無人 堅壁清野 完全自我旁 起碼七成半的人 出街 或者接觸其他人的時候 要戴口罩 做足預防措施 要洗手 或者戴手套 每天 在香港來說 超過600萬的口罩 助手難免 基本需求 那個需求彈性 剛才說的大減之後 有可能導致這個 Corp Web Cycle 就變成一個 很不穩定的市價 要避免這個 不穩定的市價 有方法 即是找全民中的 一億個政府口罩 放在各區民政署 七十一等等 放在那裡 要的話可以買 大家就不用團職 不用團職的價格 就不會抬得這麼快 就這麼簡單 其實如果大家不去團職口罩 由三千萬個口罩一個月的需求 增加到1.8億 都做得到的 你和我都會去投資 買個生產線回來做 做口罩 其實很簡單的科技 但如果五億多 忽然間要這樣做 就會變成Corp Web Cycle 一個很不穩定的價格 大家投資了資金之後 放在那裡 生產了一兩個月 價格突然跌下去 你說你會怎樣想 總結來說 在沒有疫苗 和不封關的情況下 香港除了開放了所有的五星級酒店 吸引湖北角路英雄 和成功回歸的香港市民之外 要這樣才能引到他們入住 起碼要有三幾億個口罩 放在市民倉 大家方便拿到的地方 避免市民院抬價 怎麼買呢 如果不然 就會導致一個長期的價格 和供應不穩 價格和供應不穩 口罩來說 是會對疫情的對抗非常之大的影響 香港是需要每個月兩億個口罩 才穩定 大家想想什麼方法可以提供這兩億個口罩 今天講到這裏 再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 訂閱 我會做多一些好的片段給大家看 謝謝